可以看到銀行內婦人疑似遭到詐騙 只見兩名員警不停向他勸導 原來稍早前這名婦人說 他的弟弟人在國外 接著要把退休金放入保險箱郵寄來台灣 但先需支付一筆運輸費五萬元 銀行員一聽直覺有詐 立刻報警處理 來帶你看一段當時情形 你看你之前不是問佛祖 佛祖跟你說那個真的是詐騙集團 是真的佛祖告訴你是啊 他裡面是錢跟那個重要的文件 但是他跟你講的啊 但是你怎麼能確定 他拍給我看的 他拍給你看他可以再把它拿出來 再換別的東西進去啊 事發在27號早上9點多 鳳山區奉送路上 兩名員警苦口婆心下 這名63歲杜姓婦人 還是有點不太相信自己被騙 隨後用手機請朋友代為向佛祖請示 而員警看了也無奈告知 佛祖也說那是詐騙 婦人才驚覺保住錢財 警方就呼籲遇到類似情形 多方查證不要輕易相信對方說辭 才能保住自身財務